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人根本就没把这当成一回事 继续该耍的耍 该玩的玩 一天两人来到个奇怪的剧院观看表演 这里有狼人 变魔术的家伙 以及各种缺手段的残疾人士 一个又一个的怪异杂技表演 看到杰克两人身上线着急速爆发 荷兰蒂依然就发现台上玩蜘蛛的家伙 是书中记载了一个蜘蛛鬼捐夫 杰克的捐夫手里的蜘蛛异常着迷 打算偷偷留进他房里 带回家耍玩 刚好这时候捐夫和同伴回到房里 杰克躲在一个橱柜里面 得知他们两人果然是吸血鬼 而且还是混到一趟糊涂的吸血鬼 荷兰蒂也溜了进来 要求捐夫把它变成吸血鬼 但是捐夫这帮家伙也不是什么血都喝 像荷兰蒂这种又邪又饿的血 送给他们都不一样 杰克不小心暴露了自己 留上了一辆突然杀到的车里面 后来才发现上了坏人的车 里面的家伙 真是吸血鬼的死对头 吸血魔 幸好最后也是有惊无险 安全回到了家里 杰克将偷回来的蜘蛛带到学校 杰克被荷兰蒂搞的溜了出来 场面也都变得十分无厘头和混乱 直到咬了荷兰蒂一口 这叫我的踢着牙满意的溜走 杰克无奈指向 只好早上捐夫想要解药 捐夫打算做过脚印 只要杰克肯做他的助手 就会救荷兰蒂过来 最后杰克一口答应 鸡马中的血胶就成了一个吸血鬼 荷兰蒂也扶他命大救了过来 既然变成了吸血鬼 那肯定会有生理上的一些变化 杰克随便管一下黑白 就是金刚狼一样的印记 口味也完全转变 洗完上了原汁原味的生肉味道 甚至看到老妹的脖子 会有一种莫名想咬的冲动 唯一的办法 就是彻底离开家人 断绝联系 于是杰克制造了一个杰克死亡的假象 好像身边的家人朋友 递他彻底死心 荷兰蒂也特意留了一部手机给他 毕竟依次元的生活 还是比较枯燥无聊的 等到杰克下葬之后 卷福再挖出了他 那把徐血魔也召紧盯上杰克 杀到目的 幸好卷福提醒足够膨胀 抗击打能力强 三两招瞬移 就带着杰克流到大本宜 徐血鬼必备了技能之一 就是要回一两招拳脚功夫 卷福带着杰克又是男拳 又是北腿的 简直一个功夫小子的形象 徐血魔利用荷兰蒂的弱点 将他变成杰克的对头人 并且揉足了杰克的一众家人 两人约合在之前的剧院见面 杰克及时杀到 和荷兰蒂玩起了贴身肉搏 卷福瞬及让荷兰蒂扔出蜘蛛 是的 就是那只大很害怕的蜘蛛 双方人马 又是一反击战甲二战 可能是觉得彼此之间 还是同主同中的关系 徐血魔及时制止了 和徐血鬼的这一番搏斗 荷兰蒂最右跟着徐血魔流浪世界 拥闯天涯 而杰克则成了杂技剧团的一份子 看完后 我就想说 影片改变成二男奇幻小说 这部小说也是很多英美儿童 必读的小说之一 就相当于我们的金融武侠小说一样 可以说是家喻互相 皆知相伟 如果你的小伙伴变成吸血鬼 你又会怎么做呢